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白马之战,关羽丹琪斩炎梁 这一幕成为三国历史中的经典瞬间 然而,炎梁究竟是如何在万军之中被关羽取走首级的? 是他真的愚蠢的毫无防备,还是这背后另有隐情? 炎梁,作为袁绍手下的名将,岂会如此不堪一击? 关羽的这次斩将,是否另有高明的战略和战术安排? 建安五年的春天,中原大地上战火纷飞 曹操与袁绍,这两个割据一方的诸侯正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小小的白马城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 白马城内,东郡太守刘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两个月来,袁绍的大军如同一张巨网,将这座城池牢牢包围 刘延眼窝深陷,面容憔悴,每一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他深知,一旦城破,不仅自己的性命难保 整个曹操的防线也将土崩瓦解 然而,形势对曹操极为不利 袁绍坐拥忧,记,轻,并四周,兵强马壮 而曹操虽然谐天子以令诸侯,但实际上地盘虚胖,内忧外患 北友袁绍虎视眈眈,南友刘表,张秀虎视眈眈,东南友孙策蠢蠢欲动 就连刚刚投靠的刘备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如何能够奋兵救援白马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刘延,也让整个中原局势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衡之中 刘延每日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援军的旗帜 心中充满了焦虑,他知道,自己手中的兵力有限,粮草也日渐减少 城中百姓的不安情绪日益高涨,甚至有人开始暗中策划开城投降 刘延不得不加强戒备,同时派出信使,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军封锁线,向曹操求援 然而,一次次的求援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刘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曹操正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根本无力奋兵 白马城的命运,似乎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缘 然而,命运女神似乎眷顾着曹操 就在局势最为危急的时候,一系列意外事件为他打开了一扇生机之门 首先,刘延的后院起火了,长沙太守张献突然作乱,惊男三郡响应,迫使刘延不得不放下对曹操的觊觎,匆忙南下评判 其次,曾与曹操有沙子之仇的张秀,在谋视假许的建议下,竟然选择了降服曹操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东南一霸孙策遭遇刺杀身亡,江东局势顿时陷入动荡 这一连串的变故,让曹操如同吃了定心丸 他立即抓住机会,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攻打了刘备 不仅击败了这个潜在的威胁,还收服了日后明镇天下的关羽 曹操的运气和谋略,在这一刻,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深知,解决了内患,就该把目光投向白马城了 但是,如何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解白马之围,这需要一个绝妙的计策 曹操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一方面,他为这突如其来的好运感到欣喜若狂 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这种局势的变化可能只是暂时的 他召集重将领和谋士连夜商讨对策 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应该立即全力救援白马城 有人则认为应该趁机攻打袁绍的后方 曹操静静地听着这些建议,目光却始终凝视着地图上的白马城 他知道,这座小城不仅是一个战略要地 更是它与袁绍较量的一个重要筹码 如果能够解救白马城,不仅可以挫败袁绍的锐气 还能极大地提升自己军队的士气 但是,如何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实现这个目标呢? 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曹操的脑海中闪现 在这关键时刻,曹操的某主寻忧站了出来 他向曹操献上了一个堪称绝妙的计策 声东击西 寻忧分析道:"民工,袁绍是大,我军兵力有限 若是正面强攻,恐怕会全军覆没 不如我们假意攻打炎京,引袁绍主力北上 然后突袭白马,攻其不备 曹操听罢,眼前一亮 这个计策不仅可以避免与袁绍主力正面交锋 还能出其不意地解救白马城 于是,他立即下令大张旗鼓地向炎京进军 同时秘密准备骑袭白马的精锐部队 袁绍果然中计 一听说曹操主力出现在炎京 他立即派遣大将郭徒、淳于琼领兵北上 只留下炎梁,率领一万余人继续围困白马城 就在这时,曹操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 任命降将张辽和关羽为先锋,悄然向白马城进发 寻忧的这个计策不仅体现了他高超的战略眼光 更展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他深知袁绍骄傲自满的性格 预料到他一定会给予一举歼灭曹操主力 同时,寻忧也考虑到了白马城的重要性 认为袁绍不会完全撤走围城部队 这种精准的心理把握 为计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曹操在实施这个计划时也展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他亲自率领金锐 既显示了对这次行动的重视 又能及时做出决策调整 选择张辽和关羽为先锋 更是用人的妙手 张辽久经沙场 善于指挥 关羽骁善战 威震四方 这两员大将的组合可谓珠连闭合 为接下来的战斗埋下了胜利的种子 颜良 这个被誉为永贯三军的猛将 此时正在白马城下百无缭乱 作为先锋大将 被困在这里围城两个多月 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让他心中憋着一股无名火 当探子报告曹操军突然出现在十里之外时 颜良先是一愣 继而两眼放光 他心想 天赐良机啊 曹操这是送上门来让我立功的 颜良的自负和急功近利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他没有冷静分析敌情 也没有仔细思考 为何曹操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相反 他只想着如何快速拿下曹操 为自己博得赫赫战功 于是 颜良匆忙召集部下 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然而 仓促间组织起来的军队 哪里有条不紊 将士们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被裹挟着向前冲锋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正是颜良走向败亡的开始 他忽视了一个关键点 曹操既然敢来偷袭 必定是有备而来 而自己的军队 却是毫无准备的仓促应战 颜良的自负不仅体现在 他对战场形势的误判上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他对自己实力的过度自信 多年来的战功赫赫 让他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优越感 他认为 凭借自己的勇武和指挥才能 加上兵力上的优势 完全可以轻松击败曹操的偏师 这种自大的心理 使他忽视了很多本应注意的细节 例如 他没有派出侦察兵详细探查敌情 也没有考虑到 曹操可能有诡计 更严重的是 颜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他不知道曹操此次带来的 都是精锐之师 更不知道 关羽这个日后的战神 已经加入了曹操阵营 颜良的这些疏忽 为接下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当两军相遇时 局势瞬间明朗 曹军虽然人数少 但个个是精锐 尤其是张辽和关羽率领的先锋部队 如同两把尖刀直插颜良郡的心脏 颜良这时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拼命挥舞着令旗 试图组织其有效的防御 但为时已晚 他的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 将找不到兵 兵找不到将 局面一片狼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关羽抓住了决定胜负的瞬间 他看准了颜良军中军的位置 胯下赤兔马如飞式的冲锋 所向披靡 颜良的清兵还没反应过来 关羽已经突破重重包围 来到了颜良面前 颜良猝不及防 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关羽的青龙眼月刀已经呼啸而至 一道寒光闪过 颜良的人头应声而落 这惊世骇俗的一刀 不仅取走了颜良的性命 也彻底摧毁了原军的士气 颜良军顿时如同无头苍蝇 四散奔逃 曹操抓住战机 一举击溃了 袁绍在白马的部队 成功解了白马之围 关羽这惊天动地的一刀 不仅展现了他超凡的武艺 更体现了他敏锐的战场洞察力 和果断的决策能力 在混战中 他迅速判断出敌军的指挥中心 并抓住战机 直取敌将 这种能在千军万马中 一眼识别出敌军主帅 并由勇气和实力 直接发起致命一击的能力 正是关羽成为一代战神的关键所在 同时 这一刀也体现了关羽对曹操的忠诚 虽然他内心仍然牵挂着结义兄长刘备 但在战场上 他毫不犹豫地为曹操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 为关羽日后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也为三国故事增添了更多的人性色彩 白马之战 不仅是一场改变战局的重要战役 更是一个关于谋略、勇气和自负的预言 严良的失败仅是我们 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 过度自信和急于求成 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而曹操和关羽的成功 则展示了细致谋划 和把握实际的重要性 这场战役 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虽已远去 却依然在警醒着后人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